卡達的世界杯在台灣時間 昨天晚上正式的開幕了 不過相關的爭議 反而也是跟著繼續的在延燒 尤其是世界各地的球迷 他們滿心期待的入住球迷村之後 才發現怎麼跟官方宣傳的差很多呢 先帶你來看到這兩張照片 有球迷拍下他們入住球迷村之後 長得竟然是跟中國的方艙醫院很像 可以看到這個綠色的人工草皮 根本是沒有鋪好就這樣掀了起來 而且旁邊其實就是小小的貨櫃物 就是他們的房間 那麼旁邊擺的其實就是這個大型的機器 球迷也說這個運轉的聲音很大聲 吵到他們沒有辦法睡覺 而且你知道嗎 這樣的球迷村一個晚上 竟然是要價將近台幣7000塊錢 很多人就抱怨了 就連事前官方宣傳的時候 說好會有網球場啊 電影院這些等等的設備都沒有蓋好 而且大家都知道卡達天氣非常的炎熱 但是房間裡面的冷氣 竟然還沒有辦法正常的運作 開了的話呢還會有很大的聲音的 那除了球迷沒有辦法好好休息以外 就連他們看足球的娛樂也突然被禁止了 因為官方在開賽的兩天前 也就是18號才突然宣布說 八個比賽的場館周遭不能賣啤酒 這當然就會讓贊助商非常的傻眼了 這個長期贊助世界杯的啤酒 贊助商還發文說 哇這下真的尷尬了 因為他們可是跟官方簽下了價值 23億台幣的合約的 不過後來又傳出呢 在少數高價的包廂可以賣酒 這當然就被批評是特權了 而除了這些以外 其實卡達在獲得主辦權之後 他們就一直爭議不斷了 包含他們的足球基礎設施不足 還有他們虐待了來幫忙 蓋球場的移工等等的 都讓外界對於這一次的世界杯 抱著很負面的印象 因此這個紐約時報也分析認為說 主辦單位呢 只能把足球當成鴉片止痛劑 希望大家在開幕之後 能把注意力放在球場上面的